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将薯饼翻转 最后先煎蛋 全份早餐就完成 不趕的话 还可以夹成汉堡慢慢炭 用跟机的平底煎板 可以快速煎出一个薄饼做简餐 铺饺子皮时要有少少重点 如果想要其他配料 就记得要用二熟的食材 收工回家只想快点有得吃 用陶瓷心窝 一次过连饭大菜一起煮就最方便 将酱料和水拌匀 放入已经用盐抹过表面的鸡腿 在鸡腿表面割两刀会更容易熟 蔬菜和蛋二熟就要最后放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